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俗话说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已孤一人龙少华的真实人生 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从一出生遭到弃养 跟着养父颠沛流离 17岁因为结识陈松永 进入电视台工作 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 25、6岁开始走红 却因为走红太快迷失了自我 还因为经营酒店失利 债台高主 幸好他浪子回头 回到电视圈 再创演艺事业的第二春 还两度摘下金钟奖 龙少华不仅是位戏才 人也多情 如此的才情洋溢 刻画出他精彩的一生 这集台湾演艺节目为您介绍 这位戏台上的浪子龙少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0年代 在政府以农业扶持工业的发展政策下 高雄港扩建 其中沿城区最为繁华 布料行集结而成的布庄间 人参顶费 丧家伶俐 1953年3月25日 龙少华出生在这热闹的街道上 只是连名字都还没取 龙少华的生母陈桃就将他弃养 他的生母阿桃是风月长所的女子 然后生下来之后呢 第一点你才要上班嘛 没有办法养 然后第二点呢 当时社会也不太容许说你未婚生子带个婴儿爬爬罩 那所以呢 阿桃为了要继续谋生 就把只有三个月大的龙羹交给隔壁邻居 就是陈先生敬赏来 就是你帮我看一下 我要去外地去几天 就带带带 奇怪 一个礼拜人没回来 两个礼拜没回来 三个礼拜没回来 然后呢 这陈先生讲说 就跟他太太讲说 这孩子肯定隔壁的阿桃不要了 经营布庄生意的陈安 和第二任妻子没有生小孩 加上此时等不到对方来接孩子 决定收养龙绍华 并将他取名为陈坤昌 杨夫对龙绍华 似如己出 疼爱有加 但好景不长 接下来几年 经商失败 不仅妻子跑了 父子俩还搬到台南躲在 最后北上到台北县 三重卖起水果 但生活困境没有改善 使得龙绍华差点 又被弃养 我从来到山人坡 二十年 你孩子去看他二十年 我上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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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闪着就在闭着 爸爸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啊 你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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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啊 我們老闆說那些情形 他可能心裡感受了 我不敢 可能不敢 他再走出來 滾順滾順走 我在這裡啦 你是在花山花高啦 楊富恆不下心 帶著榮紹華回老家台中榮景 找尋新的機會 朋友介紹自愛水廠正在招募徐水員 加上提供員工宿舍 為了湖口 養父決定接下工作 生活從此穩定下來 榮紹華也有了求學的機會 進入榮景國小就讀 1965年 12歲的榮紹華考上了榮景初中 發育好的他 總是班上個子最高的 運動項目表現也特別好 他除了體育很好之外 參加樂隊他是專門吹那個小喇叭 吹得很好 真的很厲害 那麼他的功課方面 因為我是教他數學 我發現他的數學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他字又寫得很漂亮 學科數科的好表現 學校老師有目共睹 只是就在初三下學期 榮紹華職場 無故不到學校 他有旷課一個多月 他用來送報紙要早去送回來 大概差不多九點多鐘 十點多鐘左右 他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不敢回到學校來 我說你不用煩惱 我一定會幫助你 讓你畢業 讓你畢業 龍紹華接受老師的提議 代表學校征戰大大小小的田徑賽事 報回獎項 最後將功抵過 順利從初中畢業 體育項目的亮眼成績 老師建議 龍紹華可以報考土專 但養父要他跟著上台北萌生 1969年 17歲的龍紹華沒有繼續升學 跟著父親到台北生活 在親友的介紹下 認識了還在電視台劇組 擔任產物的陳松永 聊天後 陳松永發現自己和龍紹華很投緣 便把他帶在身邊當產物助手 我們在演戲 他就是一個發通告的小弟 我從來沒有叫過他龍紹華 我一直叫他漏咖 人家拿十塊錢 拿多少錢 叫他去買 買檳榔啊 買香菸啊 他就去買 回來好像有一些大姐姐 大哥哥 就是把那些找的零錢給他 他就很高興了 未成年的龍紹華 跟著陳松永學習 於是把電視台當作自己的家 幾乎24小時都在戲弘內生活 而他也甘之如遺 因為和演員與劇組人員的相處 讓他有了家的感覺 當時台語連續劇 當紅小蛋的郭美豬 見到孤苦伶仃的龍紹華 主動伸出援手 那個時候的陳松永 也是打牌啦 什麼事情都有 那個時候他就好像一個人 不知道在電視台幹嘛 我就覺得 那個小朋友怎麼這樣子 要不要去我家吃飯 他就跟著我去 去的時候在我們家吃飯啊 就理所當然啦 吃完有時候就躺在沙發上 睡睡睡 我說欸 你不回家 你媽咧 他就說 有時候就說 你不要摸這個啦 有時候就說我沒媽 找不到 有了郭美豬的幫忙 龍紹華不再煩惱 三餐溫飽 懂得茶言觀色的他 積極了解拍片流程 也對演戲有了興趣 看到演員的表現 也跟著偷學幾招 他很長進了 因為 好像每一個劇本 他每一個角色都會演 因為我們叫他立百道 就說 今天缺爸爸 他就演爸爸 今天缺兒子就演兒子 甚至缺女主角沒來 他也可以去代辦 然後有一天他就 他就過來了 然後很慎重就說 導演 我可不可以演戲 然後我看他一眼 然後 我說好啊 然後就試 跟他接手一下 很會做怪 我說好 可以啊 錄影前的代班走位 龍紹華總會自己加戲 甚至毛遂自見 儘管獲得演出機會 多半是沒有台詞的小角色 這時龍紹華收到兵單 決定先服兵役 靠著關係進入 義工隊 也因此結識了張飛 行鋒等人 三年的軍中義工生涯結束後 二十四歲的龍紹華回到電視圈 透過陳松永 影劍 認識製作人 葉明龍 他也從打砸小弟 晉升巨物 偶爾出場 客串一些小角色 熬了一年之後 終於被提拔為連續劇的男主角 但當時台語連續劇已經慢慢退燒 龍紹華接連演了好幾部連續劇 卻沒有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反倒是感情事件 先登上新聞版面 1978年10月 二十五歲的龍紹華 迎娶了歌星白虹 兩人交往短短半年 就步入禮堂 婚姻似乎也替龍紹華帶來好運 這時林福帝導演邀他 擔任台語元續劇 慈母心的男主角 就像日本的有一部戲 《男人真命苦》 就類似這樣的角色 就這樣印是把 這個 這個慈母心 他那個角色把它拉起來 一部戲就紅得一套糊塗 慈母心播出後 收視受到好評 龍紹華一戲之間 沉著家喻戶曉的男演員 拍片邀約不斷 更要上歹幕 溫基雄 出列 前撥預備 不僅在軍教電影大地勇士中表現亮眼 接著又在林福帝 執導了電影 心水挖技 飾演男主角 獨挑大梁 先後兩部電影叫好又叫做 讓龍紹華知名度大開 這時他更一心 只想朝電影圈發展 就開始有大頭震了 他覺得說演電視 演電視算什麼 對不對 我應該去演電影才對 對不對 你看這麼紅條件這麼好 結果他就 那時候拍了一部電影之後 好像感覺還不錯 就開始繼續就想 我就只要拍電影就好了 儘管電視台捧著劇本和鈔票邀約 龍紹華通通拒絕 等了好久沒有片商找上門 迫於現實生活壓力 龍紹華又回到電視圈 這時恰巧有兩個機會等著他 一個是林福帝指導的台語元序劇 舊情綿綿 一個是國語八連黨于娇龍 一聽他的感覺 意思就是說他 他人往高 高志爬嘛 我就心裡想說 好啦好啦你去啦 但他有一點不爽快 因為我也慌啦 也不知道 因為我是按照當時他的情況 去搞那個劇本的 去定他這個角色的 然後他就想 哇我完蛋了 最後想一想 我只好找馬如鋒來 龍紹華選擇了呂交龍 成為少數由台語元序劇 轉戰國語元序劇的演員 晉升一線男星 但戲劇播出之後 收視卻不如預期 龍紹華甚至漢女主角 假釋真作 他也不太敢告訴我 然後後來是讓我發現說 他除了這個結婚 他還背叛這個婚姻 他跟我一個同事在我家亂搞 讓我這樣子 鑰匙一打開一進去 哇他們兩個真的是 鐵公雞 大演一場 類似我真的很生氣 讓我也不知道往外走 還是往裡走 龍紹華婚外情 很快就被媒體報導 妻子白鴻透過報紙得知消息 氣得要求離婚 也讓這段婚姻 只維持不到一年就結束 被趕出家門的龍紹華 寄輸在朋友家中 私生活依舊不受拘束 介紹了兩個 介紹了覺得不錯 以前年輕二十幾歲 說要結婚好了 結婚好了 好算就結婚了 你 當然造成不幸 但是這個中間 這個婚姻的失敗 都是我不好 我自己亂來 龍紹華花名在外 成了演藝圈公開的秘密 加上女嬌龍的收視不佳 幾乎沒有電視台 敢再找他拍戲 龍紹華在沒有選擇之下 拍起了三級片 我第一次婚姻失敗 這個三年中間無編年 這個中間也是很尿道的 無縫道這樣 五百萬給我吃 我帶去跟他帶走 所以那個時候 我無意跟我拍 我連三級片也去拍 三級片 三級片你也拍過 你有拍過三級片 有有 那有露點嗎 當然露啦 剩一個內褲 婚姻與事業雙雙觸交 龍紹華轉而追求 演藝事業如日中天 卻又剛離婚的夏玲玲 兩人沒多久後 就成雙成對 龍紹華放棄了自己的演藝工作 替夏玲玲幫忙接通告 安排行程 當起全職的經紀人 雙方交往了三年左右 最後為了錢而鬧翻 龍哥那時候就當起 夏玲玲的經紀人 幫夏玲玲排行 處理事情 什麼弄得也很好 幫夏玲玲賺了不少錢 那時候好像有一個 跟夏玲玲講說 我們來一起 就跟夏玲玲講說 我們來買一點什麼東西 或做一點什麼事情 夏玲玲就覺得說 拒絕她 所以龍哥就覺得說 沒意思啦 在一起這麼久了 那時候就離開了 恢復單身之後 龍紹華想要重返演藝圈 但名氣已經大不如前 一時之間沒什麼好機會 只好和好友合開酒店做起生意 演藝之路也因此停擺 龍紹華從幕後走到幕前 不到三十歲 已經擔當多出連續劇的男主角 但是有了名氣 一心只想拍電影 反而錯失了許多機會 就在演藝生涯最低潮的時候 恩師林福帝再度拉他一把 還幫他償還債務 接著導演徐靖良也重用他 一下子簽了三部男主角的喜約 讓龍紹華鼓底翻身 而龍紹華記取過去失敗的經驗 開始愛惜羽毛 努力接戲 賺錢 1995年龍紹華42歲 迎娶第二任妻子謝雪珍 一改過去放蕩不羁的個性 當起了好丈夫 好爸爸 也將演藝事業推向高峰 一間正經的事 這位這事辦得最好 藍藍買也有一部台 剛才也辦了一間好事 你窩了一句 你要買一間都跳去 1992年 導演林福帝籌備 八連檔廈門新娘的拍攝 嘗到好久沒聯絡的龍紹華 適合初潤劇中的男配角 他去開那個酒店 然後被人家奢障 奢障 奢障 然後 我欣賞就說 我下面新娘裡面有一個角色 我就弄給你 你來演吧 他說我沒有辦法 我每天喝酒 每天就陪著個人喝酒 然後醉醺醺醺的 像我早來學問 我就沒有你的發動 蛤 我有僵你錢嗎 啊勒勒 最近記者很賣勒勒 阿勒勒 你肚子 我來記者 嚴禁事實的龍紹華 答應林福帝的邀約 重返熟悉的八連檔戲劇 飾演遭黑道追殺的角色 彷彿在演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因為劇主在中國廈門取景 龍紹華經常不在台灣 於是他將酒店生意 委託親友處理 沒想到才短短幾個月 就虧損連連 我就說你把電收起來吧 然後就七八十萬的債 我就替他先還 每一集戲八千塊錢嘛 以後如果拍戲 也只是一集扣你八千塊錢 就是下門新娘 讓他再爬起來了嘛 五 二 三 三 恩師幫忙解決債務後 龍紹華全心投入拍戲工作 戲劇播出後獲得外界好評 龍紹華順利復出 很快被另一位導演徐靜良給注意到 那時候龍紹華並沒有很出名 但是我一看到他呢 我就感覺到這個人有他的型 他講話的那種氣喊 跟表演的氣喊 有很有他的風格 就是他啦 他就是我的丈夫陳萬金 大家都叫他黑膏膽啦 他本來是要帶我們全家 到阿摩亞利康 去做一等國民美國人啦 1994年 41歲的龍紹華 在八連黨牽手出頭天 飾演背叛家庭的傅星翰 原本只有三集的戲份 但他將角色詮釋得淋漓盡致 不僅觀眾恨得牙牙癢 更讓電視台高層 眼睛位置一亮 這部戲啦 那個一直上了之後 因為他收視第一 所以大家對他的反應也很不錯 那但是戲他已經走了 也沒有辦法了 一直到戲快要結束到 大概三十幾集的時候 三十幾的時候 那時候中式的那個長官就說 誒龍紹華要不要讓他回來啊 紅 水裡的紅 哈哈哈哈 他現在還說什麼 挖狗啊 電視台改寫劇本結局 特別替龍紹華加戲 成了八連黨最大賣點 也讓觀眾有了深刻印象 徐敬良也看準龍紹華四個可塑之財 並一口氣 給他簽下了三部男主角事約 收視接連開出紅盤 龍紹華近身戲劇一歌 在台灣《水浮傳》殺青後 他更向外界宣布了喜訊 哇 龍哥要結婚拍結婚照 我們都還沒搞清楚怎麼回事 然後趕快到現場去看到龍嫂 旁邊還有一個小孩子 跟龍哥在那邊拍結婚照 旁邊還有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 在那邊跑來跑去跑來 龍哥講說 啊 拍婚子啦 1995年 42歲的龍紹華沒胎二度 迎娶小他十六歲的妻子謝雪珍 在那邊顧藍中的 所以我常常去買衣服 那這小孩子不錯 對啊 文智文智乖乖 不說什麼話 這種廚藏的家庭做母 放大廚最好了 讚 現世良用 我就打這樣 春天的時候開始 他要買衣服 他一直買衣服 有時候就帶酒比較高人身 酒到他下班 帶他關門生的東西 送給大家 連牽手也沒看 一見鍾情的龍紹華 幾乎天天到服飾店報到 最後柔情公事 打動了謝雪珍 兩人低調交往五年 但第二年 女方就替他生了一個兒子 龍紹華 卻遲遲沒有給對方免分 最基本的 父親任務我就做不到 剛剛做什麼女婦 是 對不對 我說 像我母 我說我想要回頭 我要帶你們兩個 去外面走出 中心又再開始 你為什麼可以說 沒有跟他結婚 就幫他生小孩 為什麼 不曉得年輕吧 有沒有後悔過 衝動 有沒有後悔過 沒有啊 多年來 妻子木沒守後 無怨無悔 當最強的後盾 過往放蕩不羈的龍紹華 終於讓子回頭 好 人在做聽看 我從中帶我媽媽和我兒子 都在外身旅邊 去人家借錢五六萬塊 開始做家 到現在 我覺得我運氣 開始轉變了 剛才如何 你的老婆真是很偉大 很辛苦 到我台灣稅務站演完 比較好一點的 債務也清理完了以後 我才正式的結婚 龍紹華成樂 收視保證 片酬也翻倍長 林福帝的心繫 所以提供聽好人 再度找他來當男主角 阿爸咬 你都要好好照顧我 提供聽好人 就是那個 原本改過自新的戲 我就說 這個 這個女孩應該最好 就像當年 當時我要拍阿郎那個 那個情況 所以因此把他找回來 你想我原本 是一集八千塊錢 後來他吃去 徐進來那邊 父母回來 一集要八萬塊錢 我老婆氣得 隨從我都走 林福帝特別量身打造的男主角 描述一位黑道大哥 改邪歸正 變成靜孝道 愛家庭的一家子主 龍紹華就像在演自己的人生 更加得心應手 他到現場是丟本的 你看我們丟不了本的人 所以很認真 很緊張 他就是丟本 然後他反應也很好 就是任何時候要 導演要修改戲 就是他覺得這段不好 我這裡要修改 他也很快就能夠 贏上去這樣 那時候他名氣還很高 然後演戲都很認真 那時候演戲都很認真 就不像以前 不像以前喔 吊噹噹的這樣子喔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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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拍一拍 然後要幾天才找到人 那時候以前是這樣 最早真的是這樣 對演藝工作靜靜夜夜 龍紹華還成開金賞 親自替連續劇 配唱片尾曲 他唱這首歌的歌詞 歌曲 他是很有那種氣氛的 片尾 好像片尾就有他呢 就到那個時候 就會很有氣氛 靈靈清清 有一種感慨 吹立心光 如來如廣 歌詞的字字句句 倒進龍紹華過往心境 每次八點檔 播完之後 總能讓觀眾 意猶未盡 能演又能唱的龍紹華 也將演藝生涯 推上高峰 電視台高層 看中他的高人氣 還替他開了 綜藝節目 好 收看我們兩代之間 財評送禮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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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 43歲龍紹華 與大小S 共同主持節目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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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年六個月過後 龍紹華自認沒有主持的資質 主動請辭 改由吳宗憲解放 這時候開始 龍紹華更專注 在戲劇表演上 每年至少參與三部 延續劇的演出 1998年 龍紹華加入 民視八點檔大戲 愛你入股 和女主角楊貴妹 再續福奇緣 這是阿明貴 我想 你一定很想要給你看 只要我聽他告訴你 他見到人 永遠是一個非常大的擁抱 那個擁抱是非常用力的 然後是緊緊的湧在懷裡 你就會覺得 此刻你是他的唯一 我覺得這是他 對人最真誠的地方 所以我其實 每一次想到龍哥 就是他抱我的那個感覺 抱得緊緊的 真情流露的龍紹華 總能感染周遭的所有人 不僅對戲時自然融入劇情 也讓戲劇呈現更顯張力 而在睽違十年之後 龍紹華終於又有電影邀約 演出國片 天馬茶房 怎麼會這樣 就這樣 把戲劇呈現更顯 還有什麼會這樣 那我都覺得 很正經 我很震驚 我都覺得 怎麼有人可以演戲 演得這麼 沒有痕跡 然后又很有魅力 就是你会想要继续看 你想要知道说他这样 然后呢那他跟他女儿消除症怎么样 然后呢然后呢 这样你会想要知道后续这样 那当然那一节他也就入围了金马奖 在天马茶房的精湛演技 让龙少华一举入围了 第36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么坚固的环境之下 然后能够入围 我已经我觉得是脱颖而出 应该是不简单的 尽管最后杀鱼而归 天马茶房又陆续参加国际各大影展 更在2000年代表台湾 参与奥斯卡外语片竞赛 龙少华也跟着剧组到美国宣传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就去看一套红色的运动服 我记得那个价钱没有不是什么很什么大名牌 什么几十万没有就是我觉得可以买吧 我想他是有在思考说哇对不对把太太孩子都放在台湾 我一个人跑来美国逍遥 然后我如果还对不对买了自己 给自己买这么好的东西 这样是不是对不起他们这样子 所以他倒是买那些小朋友的东西都没有手软 他就买了 年近半百的龙少华已经懂得将家人摆在第一位 全心全力为工作充斥 各种角色都愿意尝试 你没人牵手我跟坎丁 你没人牵手我一架花呀 你现在在说什么 一架花呀 你把那个转转 说什么一架花呀 不论古装还是时装 龙少华对角色拿捏总能面面俱到 没牵手啦 回去啦 回去三米粉 加上每出戏都具有相当的戏份 精在又洒脱的演技 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2006年龙少华在民視八点党大戏 爱担任男主角 紧接着又主演台语剧《季功》 心图顺遂 但尽管每年都有新作品 龙少华却迟迟没能获得金钟奖的肯定 他气得两度公开抨击评审 惹出了诗言争议 直到2019年 66岁的龙少华终于如愿 摘下了金钟试地 他以试言要演到不能动为止 没想到2021年9月14号 原本在高雄拍片的龙少华 因为糖尿病倒卧在饭店 紧急送医 仍然回天法术 享受68岁 2006年11月28日 导演王维指导的 民事巴林党大戏 爱 由龙少华 陈美凤 马如峰 领神主演 演员卡司 《众星云集》 手机播出 收视 大开红盘 剧情描述三大家族的恩怨情仇 53岁龙少华扮演一家之主 剧中有不少新生代演员 他不忘经验传承 他给我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整齣戏大家都要好 大家好戏才会好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好有什么用 因为他很有自信 我准备的这么周全 我准备的这么好 那如果我对戏的人演不好 或者是周边的人新人演不好 那整齣戏分数就会往下 不尝试 传授演技的贴心举动 使得剧组整体表现大幅提升 龙少华的人员也越来越好 在八点档渐渐上轨道后 龙少华退出主要演员群 转战到晚间7点半的台语古装剧 扮演起技工 小时候看他的电视长大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技工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就是 呃非常潇洒 然后是戏里面的形象 然后后来认识他之后发现 他原始的生活也是技工 一样潇洒 2007年龙少华以54岁的高龄 成为最资深的技工 原本外界并不看好 但他豪放不羁的演技 替角色画龙点睛 戏一播出就造成轰动 演员龙少华视野的技工 一出场就响起卢雷的掌声 民众如此热情 技工的演员们也干脆参加户外的大游行 龙少华与剧组其他演员 经常在拍片空档 到全台各地办宣传活动 所到之处盛况空前 电视台演应观众要求 将原本半小时的播出时段 拉长到一个小时 改成晚间6点半到7点先播出第一段 接着新闻时段过后 晚间7点半到8点再播出第二段 技工红片台湾大街小巷 海外也掀起旋风 但尽管已经成了大明星 龙少华心中始终有一块石头 放不下 他一直想出名 想有钱 然后去给他妈妈看 不要我是你错的 我要做那个电影明星 我要做大牌明星 然后让我妈看到说 他丢掉的儿子是很争气的 透过综艺节目的寻人任务 龙少华真的找到生母 当陈陶现身在摄影棚内 五十多年来母子首度相认 龙少华激动的上前拥抱 生母却显得相当冷静 在节目上播出之后呢 反而造成了阿桃的困扰 因为家里面也有一些财务的状况 所以反而呢 引来很多的困扰 就留意跟阿桃讲说 你们家就大面签 这不是金行 你把它套就好 节目之后 双方紧紧联络几次 母亲陈陶就将电话号码给换了 龙少华得知 生母的苦衷不再强求 于是双方又断了联系 龙少华在胡瓜的节目上透露 其实自己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是对养父的亏欠 我对他没有做到 我对不起 我没有孝顺到他 但是你 你是爸爸 可是你要知道他死的时候 他的头头还骗一遍 歪歪的不僵 怎么吵都不僵 等你先告诉我 他到那死了 他还放心不下你这个小儿子 身内俱下 忏悔自己无法报答父亲养育之恩 龙少华将压抑多年的情绪 宣泄出来 无法及时行孝的遗憾 让他更懂得珍惜家庭和亲情 渐渐放慢脚步 减少戏约 花时间陪伴家人 2013年 龙少华首度挑战 饰演脾气古怪的失智老人 随着角色的记忆交错 勾勒出动人的父女情情 你真的只要跟他5432一对到 眼神啊 或者你只要跟他处于同一个空间里面 其实你已经就瞬间在那里头了 你只要在当下把你自己丢掉 然后就进入这个角色的人生 就可以了 细腻又沉稳的表现 龙少华打破外界对他 黑道大哥的刻板印象 还与饰演他女儿的苗可丽 双双入围金钟奖最佳男女主角 我不骗你 我根本不用眼 我那个眼泪就是啪啪啪啪啪啪 你那种对于爸爸的那种反应 跟妈妈讲话的那种情感 他可以与你的情绪是满到不行的 第48届金钟奖结果揭晓 苗可丽拿下事后 虽然没人同聚拿下事地 但龙少华靠着另一出喇叭红的悲喜剧 拿下迷你剧集的最佳男主角 赢得肯定 我爱妈妈 我也很爱你 你 你是我最爱最爱的女儿 随着年纪的增长 龙少华逐渐不再单纲男主角 转而一有机会和空挡 就会到电影里头去客串 人家在说 女儿女儿就是爸爸情世爱玲啊 爱玲啊 爱玲啊 我就过去你的名字 给你叫做爱玲 还没演之前其实很紧张 因为毕竟就是影帝级 然后史诗级的前辈 可是其实一碰面就没有紧张 因为他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小孩 而且甚至不是当成小孩 是把你当成朋友 完全没有价值 没有隔阂 就是他会好像就是一秒入魂这样 可是他私底下就是 他可以跟你拉异 可是他在工作的时候 就可以很专注的 马上在那个状态里面 没有价值的龙少华 总能和剧主打成一片 虽然这时候开始 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饰演配角居多 他却甘之如仪 2014到2017之间 短短三年半 龙少华就参与了17部电视剧 和4部电影的演出 但都与金钟金马奖无缘 2018年第53届金钟奖 龙少华不仅没有入围 最后看到卢广仲 一举拿下新人和四弟 他忍不住对评审开炮 广仲虽然在我们同一部戏 他得了新人奖已经不得了 为什么还以为胆来 你是认识的困惑吗 我困惑 我说这边编审都是吃大便的 那边评审 我说哨法 可能评审人的水平比你还低也不一定 或者是评审人的看法不一样 或者是他们的想法到最后认为别人更好 这个你都要尊重 我说你绝对有得 你绝对是一个金钟奖金马奖的一个 最佳男主角的一个资格 那果然他就释怀了 他就释怀跟他讲 好好的导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不要再 我不要再 complain了 我说你明年就会得奖了 龙少华记取徐静良的一席话 果真机会也找上门 先是叶天伦指导的电视剧双城故事 找他出任男配角 接着电视剧菜头梗的滋味 又邀龙少华也男主角 试验有二龄皇帝之称的纵贯献大哥 正是龙少华最拿手的角色 接连两部戏的好表现 也真的让龙少华一举入围 金钟男主角奖和男配角奖 龙少华菜头梗的滋味 出道近四十年 第六度问鼎金钟 龙少华终于如愿拿下四地 爽啊 真的爽 干了四十年 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 还不够成熟 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 梦寐以求的奖品 得罪很多人 对不起 但现在我成熟了 我不会了 谢谢评审 议员金钟梦龙少华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拍戏 这一年他又靠着电视电影望穿 抱回日本东京最高荣誉独立电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但他挂念的是刚进入演艺圈的女儿陈璇 包括小龙 包括陈璇 其实龙哥常常都会这几年都会说 哎 导演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陈璇如果有什么机会 什么样的角色 一样 就是说不用台词 他就来磨练 就是丢到剧组里面去这样子 那我都觉得他真的是很 就是非常在意他小孩子的发展这样子 钱是不是你痛了 是不是 父女俩迟迟没机会在电视里一起演戏 反而被厂商邀约 合拍了微电影广告 那你被痛怎么办 越来越严重怎么办 两人真情流露让不少人动容 龙绍华誓言要演到不能动为止 2021年9月14日 南下高雄拍戏的龙绍华当天没工作 在饭店内休息 直到晚餐时间剧组联络不到人 助理进入房间后才发现龙绍华 瘫坐在沙发上没有生命迹象 紧急抢救之后 仍宣告不治 最后一段的留言是 他说没有啊 我的末世码是 A468 这样子我就哦好哦这样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 叹叹叹的笑脸这样 那是当天的12点多 点开他的讯息 最后一通留言 我就沿路哭回家 龙绍华享受68岁 十四消息曝光后 震惊演艺圈 检调香宴研判是疾病所致 原来龙绍华 罗绍华患糖尿病长达12年 2021年9月22日 家属举办告别式 宋龙绍华最后一程 他明明那几天就要回台北了 这一次 他跟哥哥说 哥哥 那我就不回去了 好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你就不要挂心 好好走 慢慢走 纵横演艺圈42年 龙绍华参与过 95部电视剧 21部电影 从风流爸爸 草根父亲 潇洒大哥 到顽固职人 戏台上浪子的风采 永存台湾 命中行踪 一如龙绍华对自己的期许 他坚守演艺岗位 直到生命的最后 演到不能动为止 而他在演艺圈闯荡42年 演过的作品超过百部 却是在台湾演艺史上 留下了属于他的精彩篇章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艺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